大家好,我是顾峻,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摄影界最著名的三角关系 就是光圈快门ISO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然后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学习这个入门知识 我们请来了小姐姐站在这里做模特 然后让小姐姐给大家演示一下 改变光圈快门ISO能对照片的曝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了 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是一个正确曝光的这个画面 我们所用的参数就是快门640 然后光圈F1.4,然后ISO100 那这三者的关系呢 基本上控制了一张照片的亮暗 所以呢,我们改变如果其中一个 比如改变光圈或者改变快门改变ISO呢 都会让这个照片的亮暗产生影响 那先说一下这三者是怎么样改变的 首先呢,如果我们改变快门速度的话呢 照片会因为快门速度越快就变得越暗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快门速度变成 一千两百五十分之一呢 我们的照片就比刚才暗了一级 那每改变一次呢 就改变了三分之一级的这个画面亮度 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快门速度改回来 画面变成刚才一模一样的亮暗 然后我们改变光圈的话呢 从F1.4变成F2 这样也是一级 所以我们的画面又变成跟刚才一样 按了一级 好,这时候呢,我们再把它改回来 那如果我们改变ISO的话呢 ISO也是三分之一级 三分之一级进行改变 我们如果把从ISO100变成ISO50呢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又变成了跟刚才一样 暗掉一级 所以呢,改变光圈快门ISO其中一样呢 就能让画面产生改变 那如果你想要改变 比如说改变快门的同时 改变光圈 首先我们如果把快门速度降慢一级 也就是降慢从六百分之一秒变成三百二十分之一秒呢 这时候画面亮了一级 这时候呢,我们把光圈缩小一级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照片又变成了曝光正确的这个照片了 所以呢,如果我们改变 同时改变两者 如果我们把快门速度降慢一档 我们把光圈速度收小一档呢 这时候就复复得证 是叫复复得证吗 还是加减抵消 whatever 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曝光参数 跟刚才是六百四十分之一秒 F1.4的时候曝光是一样的 好,了解了刚才的那些 基本知识以后呢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改变快门速度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改变的是光圈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改变的是ISO 好,我们先从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 最直观的快门速度开始说起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的快门速度是三百二十分之一秒 那这时候呢 请小姐姐随便用手动一下 快速的移动一下 快速的随便甩一下 好 可以 然后呢 我们让曝光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快门变成 变成八十分之一秒 为了让刚才说的 为了让画面曝光保持一致呢 我们的光圈收缩成F4 这时候呢 画面的曝光是一样的 这时候小姐姐随便再动一下 跟刚才一样的手随便动一下 那我们的快门速度从 三百二十分之一秒 变成八十分之一秒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照片就会有一些糊 是因为呢 八十分之一秒的 这个快门速度 没有办法 很好的凝固中 运动相对三百二十分之一秒 来说呢 照片就会显得糊 当然了 更理想的是 你可以抬高更多的快门速度 让画面更好的凝固 在这个瞬间里面 让画面保持清晰 这就是为什么 绝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改变快门速度的原因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ISO 那ISO改变主要是因为 有时候在弱光情况下呢 我们的照片如果曝光不足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现在想让快门速度 保持在三百二十分之一秒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明显是偏暗的 那如果你的镜头呢 F4已经是最大的光圈的话呢 显然你是不能再改变你的光圈了 这时候你唯一的 想要凝固住这个画面 然后想要让你的照片保持是同样的曝光正确的话呢 你就需要抬高你的ISO 这时候呢我们抬高两极的ISO 这时候你就发现画面又回来了 很神奇 然后曝光又跟刚才一样是正确的曝光了 这时候我们让小姐再左右动一下的话呢 小姐麻烦你左右动一下 然后三百二十分之一秒的画面呢 快门速度呢 还是跟刚才一样可以凝固住这个瞬间 然后让画面变得清晰 那当然ISO提高以后呢 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 相对来说ISO越高的话 画面噪点就会越多 那画面噪点越多呢 画质就会相对来说差一点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是最后一个改动ISO的 既然快门速度是影响这个照片锐不锐 然后这个有没有模糊 那ISO是影响了这个照片的画质好不好 然后噪点多不多 那剩下的对于我们拍照人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光圈了 那光圈的改变呢 能很好地控制你的照片的景深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是F4的光圈 我们拍两张照片 然后呢 我们把它变回成刚才我们用的 F1.4的光圈 这时候呢我们再拍两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在F4的光圈情况下呢 背景没有那么的糊 但是呢在F1.4的情况下呢 背景就会显得比较的糊了 然后就是虚化比较的重了 那同样的我们如果再一次改变我们的光圈 收缩成F8的话 那我们改变我们的快门跟ISO 让曝光还是变得跟刚才一样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进行一些拍摄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背景是更加的清楚了 那光圈的改变呢 就可以很好地影响到这张照片的景深了 那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使用单反的话 或者微单 或者是这些可以更换镜头的相机的话 光圈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拍照有兴趣呢 主要是看到后面被虚化掉的背景这件事情 好 这就是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光圈快门ISO对照片曝光产生的影响 那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那也感谢小姐姐冷不冷 OK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呢 请转发评论点赞 然后记得一定要关注小姐姐的Instagram和微博 然后关注我的微博 微博名字叫欣妮顾俊 然后follow我Instagram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